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7月30日,中超第19轮进入第三比赛日,备受关注的京鲁大战上演。 山东泰山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国安,比赛在大雨中进行。 上半场,山东泰山凭借费莱尼和李源一的投球破门,取得2比0领先。 下半场,飞南多进球为泰山锁定胜局,最终山东泰山以3比0战胜北京国安。 此场胜利使山东泰山越居中超积分榜第四位。 比赛中,山东泰山队首发外援仅有费莱尼一人。 整场比赛,山东泰山完成8次射门,北京国安仅有一次射门。 此外,比赛中还出现了照明问题,比赛被迫中断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